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有区别 而且它有根本的智商的区别 可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说看电视节目 比如说这个电视节目它是美术类型的专栏节目 我们经常会在这类节目中看到大篇幅的来宣讲书法内容 甚至包括一些书法讲座 而且有的时候看一些美术的刊物 里面会大篇幅的来介绍一些书法作品 让大家感觉书法和美术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是是 这就是书法的不幸 书法的不幸 书法的不幸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会相信书法跟美术它不是一回事 如果是一回事的话 为什么国家要成立美术协会 又重新再成立书法协会 如果书法是包括在美术里边的 那么就不应该有书法协会的存在 只是美术的其中一个部分 但是有很多新闻媒体和一些的有地位的偷偷脑脑这些人 他们弄不清这二者的区别 他们就把美术与书法混同起来 比如说你说过的电视节目当中 比如说明明叫美术星空 他却在里面加了很多的书法的内容 比如说有一本书叫什么 中国书法 中国美术是什么什么呀 这一种名称 明明是叫做美术 但里面介绍汪羲之的蓝天旭 颜真卿的真座位都介绍进去了 实际上美术跟书法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现有的这种倾向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书法家们 在书法和美术这个问题上 在思想当中也混淆起来 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 就是他把很多的美术的东西 腔加到书法里来 比如 比如说我们的作品 我们的书法作品 是不应该由美术介入的 不应该由美术介入的 我曾经这样 可能过激的谈过一段话 我在朋友当中 我说书法要想长寿 必须远离美术 我说京剧要想长寿 必须远离歌曲 我讲的可能极端一些 现在还有很多戏歌 大家也很喜欢 是啊 就是这些东西 磨杀了京剧的特色 精华 就是美术的东西参入太多了 而影响书法的特色 在这二者之间容易混淆 比如说有一个曲艺学校 有这么一个曲艺学校 他就让一些歌曲演员们 或者是声乐这方面的一些专家老师们 来给曲艺演员们去 去授课 教给他们发音方法 还有的京剧界 也是这样 戏曲 比如在学京剧 这样的一个非常传统的 这样一个国粹 他要求他们用唱歌的声音 去发音 错了 这样你表面就觉得 你那东西更科学一点 其实你不懂京剧的科学性 只是京剧有些个理论方面 总结的还不够完美 但是你要把声乐的一些东西 枪加给京剧 这是糟糕的 反过来说 你把美术的东西参入书法太多了 书法的特色就被抹杀了 我们举些例子说 比如说这一张纸 我们写一篇字 它本来就是 你有这么一首诗 或者是有 不管多少字内容 你就在这张纸继续往下写 写不开之后再找一张纸 他不 现在有些人呢 故意的搞一些个花圈绣腿 比如说他搞成了几个块 比如这样一个长条的一张纸 这样长条一张纸 长条一张纸 他把它分成四段 他不是切开了 他是这个 故意的上面写写几行字 再写几行字 然后又继续再写几行字 几行字 是这样 我请问这有什么意义 他追求什么形式上的新颖 实际上 它毫无意义 这张纸上 你就直接这样写下来 比如说这么一张纸 不管多长 你就顺便这样写下来 这样写下来 这就挺好的 你何必要分成一段一段写呢 他觉得这样写 形式上新颖一点 实际上呢 这是一种所谓美术 搞什么黄金分割呀 搞这些东西呀 其中就是借鉴那些东西 有人就觉得 在那你那里是优秀的 我拿过来 自然我也就是优秀的 我娶你之常 于是我拿过来 我也是我的常众 比如咱两个人 我如果把你穿的裙子 我穿上 你穿的裙子是美的 到我身上是什么效果呢 就非常之糟糕 美术在那里是好的 到你这里 就话说添足 就是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在说呢 在书法现在 加了很多美术的东西 比如说 画一个歌 画歌的话 过去前辈们画歌说 好像简易到这种程度 就把这纸啊 就是叠阁 叠成这么一阁之后 就用这个毛笔 横着画一条线 你看 这打开就非常直 出了这么一条线 然后再画一条线 再画一条线 就用这种办法 非常简易的 它画歌干嘛呢 它说为了实用 为了实用 写出整齐美观 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 它离开着实用之后 它另外搞一些东西 就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现在还有些人 用带颜色的笔去写 比如说写个火字 用红的颜色去写 写个水字 用蓝色去写 还有些人 简简贴贴 搞一些美术的装潢 设计套 都放到书法里来之后 那当然你称是美术作品了 所以把你放到 美术星空也好 放到什么刊物 美术专辑里边放 都应该是一种东西了吗 实际书法不是这种东西 书法要在朴素当中建高华 是一种东西 是一种东西了吗 是一种东西 书法作品应在朴素中见高华 我们看一看汪熙之所以的字迹 他那上边除了白纸 剩下的就是黑字 任何装饰没有 而给我们感觉着绝对不会有半点遗憾 说你看你连个红印章都没有 你多盖几个图章 白纸上有几个红图章 不显着也鲜艳点吗 但是没有 它就是那么样的朴素 然而正是这些作品 是我们书法宝库当中的明珠 而有些人就看不到这个问题 我前面已经批评过这个问题 盖的满数都是印章 没有几个字盖个印章 没有几个字盖个印章 这印章有先文的 有其他使用的东西 你说你念念的 它出了印章 你看不看印章吗 就影响你正常的阅读 所以真正懂书法的人 必然是看到你的字 先诵读你这个文章或者诗词 然后再细细地品味你的字 总是以文为先的 倒不是以文为主 以文为先 他首先要看你写的什么内容 这是明家赏戏当中 所常有的惯例 但现在不然 现在就是一上来看你形式如何 你形式怎么样 实际书法作品的灵魂不是这些东西 只要这些东西多了 就宣宾夺主了 而且现在呢 有的一些个书法理论家们 就强调告诉你 要介入美术 而且把西方的美术一同搬进来 这些东西太多了 写字已经不是写字 在画字了 那么绘画等等 这都是美术范围的东西 如能我们的书法作品跟都搅在一起了 书法协会存在的价值也就没有了 现在有的人呢 不知道保护自己 而是以创新为名 实际上是害自己 把自己作品搞坏了 因此我们在说呢 我们仅有的这点东西 书法就是这种朴素 在朴素当中建高华 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的话 把美术加得太多了 我们的书法家应该感到千通渺茫 那田老师刚才您提到这个美术和书法之间呢 它有质的不同 比如说我们写好一幅这个书法作品 我们要装表 装表字画 难道这个就不正确吗 这是两回事 在一篇书法作品以后 完成以后 加上装表 这本来也算是美术装潢的东西 但是这不是书法家的任务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明白明白 他只负责写字 在白纸上写黑字 后面是工艺师的工作了 对了 这是其他人要在家里悬挂 那么在家里进行布置的时候 他去装表 为了美观 他为了美观 来去美化你这张作品 但是就是中间这个静心 就是书法这个作品的这个内容 就中间这个核心的东西 是书法家的工作 他一到写完已经是完工了 对对对对 那个跟书法家 跟书法作品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另外人家做的事情 我又想到一种情况 还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书法家 他们用这种色宣纸来写一个字 对这常见常见的 在色宣纸当中 还有分种带金点的 或带银点的 红色的蓝色的 是仿旧啊等等 这些东西 也都属于跟美术有关系 没错 但是这也不是书法家自己的行为 因为那个纸商做的纸是那种颜色的 他觉得好的书法作品 写在这个上面的话可能更美 而书法家并不要求在哪种纸上写 我在哪种纸上写都应该是好的 我不一定非得 我不离开色宣纸写 我写不好 或者白宣纸我写不美 那这是什么书法家 所以书法家并不讲究这些东西 还有的就是在比如橄榄纸上 雌青纸上写一些金字 那都是实用当中的需要 那并不是书法家不写金字 不会写字 还是必须的写金字 这些都是不是书 书法作品当中必须应有的东西 这是两回事情 所以说我们在其他的 美术的协助工作当中 它已经是书法作品之外的东西 就像我们一个人 我们就要求自己长得很端庄 很大方 磊落 很光明 但是至于说穿什么衣服 这跟这个作品本身 我们本人来讲是两回事情 所以这个一定弄明白了 美术的其他的辅助 不代表作品的本身 我们讲的是书法作品的本身 应该在朴素当中建高华 越朴素越好 不要弄得花圈秀怼 弄的是五色斑斓 这样的话会感觉的 你将来上了岁数 你觉得你很幼稚 很肤浅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我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上 和网友们继续探讨 朋友们 我们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心字 这个心字就是新旧的心 我们到下一集 再讲新旧的这个旧字 因为这都是常用字 大家来看一看 心字楷书的写法 我们下集材了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完 是一个票一会儿 我们下集完 这个帐篮 我们下集完 下集完 这个心字 先首先注意 它右边那个金字 最后稍稍起身一点勾 这是欧阳勋 没写到这个金字时候 多数都是这样写 再看一下 单看这个金字 它刷一起回了一下 注意 它这不是一定平常我们 所见到的那种直接的挑钩 它不是 它是好像在这笔上 稍稍起就回来了 是当一个竖笔完成的 却须须的起了一点勾 不是我们平常 那种挑钩的方法 比如说 平常写一个竖笔 比如写一个利刀 这样 下了之后 这笔直接这样挑起来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稍稍起了一点之后 马上就回了 是这样 比普通的没有勾的竖笔 稍稍多出一点点 比正式的勾又短了一点点 这究竟欧阳勋老先生 是怎么样一种处理的 一种心境和意识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常常见到的是这样 我再把这新字的楷书写一遍 大家看 边写边讲 它的结构特点 和点化要求 注意看 第一点 点的时候 叫斜式的 是这样 斜式的 第二一横 要长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不要太短 长一点 这两个点 对称 往下走 最短是这一笔 最长是第三个横 然后这一竖笔 下来 到下来之后 到这个位置上起勾 然后 左一点 斜式的 右一点贴近这个竖笔 贴近 这二者不是对称的 然后 最后这个金字旁 这一笔 就是着法 注意这一撇 应该是只写一竖 不要撇出去 撇出去 就和左方的笔画 发生了冲突 这一横稍稍抗尖一点 抗尖一点 就是要让它 斜式的向右上方 倾斜 但不要太重 这一竖笔 贴近去往下插 往上起 往回收 当然写这么慢的话 这个字往往失去气势 但是我们为了让初学者 看清楚了 尽量的写的时候 先把这个过程 向大家交代清楚 然后写熟练了 就会出现了一个完整的气息 并不是到底在这里 以后 最后 是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注意看的时候 就是右边的这个撇 注意看 这个撇基本上和上方这条线取齐 不要靠上 不要靠下 太靠上了 右边这个金字就宣宾夺主了 太靠下之后 左右失掉了平衡 我们再写一遍给大家看 心字左边的三横 都应该是稍稍有点抗肩 包括右边的横画 而是被其他的竖画 强迫的把它搞得平衡起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凯书当中的那种显觉 注意这笔稍稍抗肩 抗肩 继续抗肩 平 基本在这高处 短数 短数 长横 康肩 竖笔下来 这一竖笔肯定是稍稍的 要长于右边的 右边的竖笔都是要长 这下方不是平等的 不是相等的关系 偶然 偶然见到呢 有些老书法家呢 写这个心字的时候呢 把第二笔写长 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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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能说是错 未尝不可 但是 他并不讲究 应该是按第一种走 所以 这一横和这第二横 长短上的这个区别 应该按照 欧阳寻这种方法写 最为规范 最为端正 好 我们下面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行书写法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新书写法 他呢 在点画当中呢 在这个解体上 整体看 还是凯书的 这么一个模式 再写一遍 给大家看 至于 哪笔粗一点 哪笔细一点 它不像 凯书一样 那么严格 但是这里 要强调一下 就是其笔 点 和下方 不再相连 不再用这种方法 这样写 而是把点 吐出出来 挑高 点 在行书当中啊 注意这个例子 就是心子一开头的 这个部位 我们先把它局部 说成是个例子 就站立的例 写这个字的时候 在行书当中 是常见的 因此这里 有一个法则 就是点完之后 写横 这样拐 不要再重启这样 这样写的就笨拙 再看 是这样的 是这个过程 所以写起来的时候 所以写起来的时候 大家看 心字就是这样 为了这个顺联起来 更便利 所以写完点之后 下方这笔 不要太长 是短的 是这样一个过程 可以不可以 把右边的点 简略 因为在行书当中 是常见的 简略一个点 就这样写 注意看 简略这里 把这点简略 一条笔上来 就这样写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所以在行书当中 有很多的方面 都是 并不十分严格 不妨碍认读 一般的就 不会发生错误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新书的写法 点完之后 这笔稍稍向上往下 波动 而不要从下方 往上方波 这么倾斜不好 从上边 开始往下方 这样 注意呢 就是右边的这个金字 右边的金字 不再用撇 而是直接用一条笔 把它盖过来 看 这个V条 这就结束了 然后往下走这一笔 这就看着简略 如果在写的时候 你是这样写 再加一撇 就显得笨竹 所以在行书当中 要给人感觉 非常轻松 活泼 随性很强 而又不识法度 这就是 我们平常所说 喜欢引用孔子那句话 从心所欲 不愚拥 不愚拒 是写起来之后 非常随意的 但是也不去 这个违反规矩 再看一遍 我们最后再把新书的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主要是最后一笔 这个字的 另外一种写法 介绍给大家 在新书当中 他就是把最后的这个竖笔 变成了一个点 这有很多的书法家们 喜欢用 金字旁 就是这个一斤 一两的这个金字 放在右边的时候 他 常常用一个点最后收笔 也很俏笔 最后 只是用这么一个点来收笔 再看一下 还有的 把金字写得更靠下 然后使点往下再坠一下 显得右方下沉一点 也是寻找这个 集体上的这种 这一种呼应关系 是这样写也可以 也就是说 这笔最后是这样的 再看 右边金字是这样的 是用一个点状来代替 所以这也是很讲究的 所以写新字呢 在行书方面 大体上是这样两种写法 有更多的这种写法呢 我们回来有时间再向大家介绍 先把主要的方面学会 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新字的草书写法 这个草书写法 大体有两种 我们向大家先介绍第一种 常见 这种写法是最常见 再看一下 再写慢一点 大家看这个行笔过程 和这优思之间的联系关系 再看一遍 是这样 这个新字 这是最常见的 写快以后呢 右边的这个甩笔啊 或者像个片状的 可长可短 根据章法的需要嘛 可以这样 长起来 也可以更短一些 无所谓 这都没有关系 咱们写都是对的 到了你能写好字的时候 法则掌握了 你有很大的 随意的一个空间和天地 你怎么写都是对的 只要你掌握了这个法则 你就是游刃有余 有很多的 自己能选择的方便 一旦你不明白这法则 那么出手就终于是错误的 所以写字当中 不是凭着感字当头的 有很多现在一些年轻人 就是感字当头 提起笔来之后 就龙飞凤舞 不顾一切 这个勇猛的这个态度可加 精神可加 但是对文字来讲 它不是你要破字当头 什么什么搞这个 感字当头 不能搞这些东西 一定是要严肃的 要认真的 所以老子在 这个道德经济曾经说过 他说勇于不敢 敢是一种勇 不敢也是一种勇气 勇于不敢 就更加深邃 奥妙 我们最后把这个新字的 还有一种写法介绍给大家 就是点一点 然后拐过来 拐过去 是这样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 新字的草述写法 点一点过来 这些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注意到呢 这二者不同呢 大家看 上边这一点点完了 这拐弯是这样的 注意 这个地方只挑一下 就过来 这可以 不要点完点之后 下边还在写 两个转折 这就错了 这就不能用 所以呢 第一种写法呢 下边是两个转折 再看第一种啊 它所不同 单看左方啊 下边是两个转折 这 再上第二种呢 点了一个点 横 一个 一个笔画直接上来 是这样写的 所以 这是需要 大家应该掌握的 草述当中 不要混乱 草述也是有很多 严格的规矩 我讲了 行草书 有很多随意之处 但是 仍然是有规矩的 没有规矩 便不成方圆 我认词 有很多随意之处 我认词 我认词 有很多随意之处